为了王瞳不要婚姻 马俊林转向离婚却谈不拢抽不了身老婆晒照片 抒发心情网不舍,辛苦了 王瞳与马俊林因戏传出婚外情 之后马俊林的老婆梁敏婷 就曾透露婚姻中有一位王小姐想供吃便当 当时王瞳与马俊林都否认 但是却接连被拍到两人上健身房 还半夜一起吃宵夜 结果不久前梁敏婷再也忍不下去 上法院控告王瞳妨害配偶权 并求偿400万元 让王瞳与马俊林哭住开记者会 但傻眼的是 马俊林全城都互爱王瞳 并且指责妻子没经过讨论就去告王瞳 还说王瞳与公余司都是帮助过他的人 让他相当没有面子 之后梁敏婷就公开王瞳带助妈妈及阿姨到家门口的影片 只见阿姨指住他妈 都是你家老公来找我们王瞳爱 为什么你老公回家的不到温暖啊 你这女人是不是该反省 而王瞳则是全程看住没有阻止 让梁敏婷生气说我从来不知道 所谓的道歉就是这样 马俊林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是否会离婚这问题时 就给出了不确定的答案表示会好好考虑 如今传出夫妻俩已经正在谈离婚 梁敏婷希望马俊林将所有财产都留给妻儿 但疑似在金钱上谈不拢 离婚卡关 之后梁敏婷也晒出一张儿子吃火龙果的照片 只见照片孩子吃的嘴巴上都红红的 他表示这是妈妈今天的心情是意图 不少网友则纷纷留言妈妈的心情是无奈无言 顿号 妈妈气到快喷火 为了星星 圆圆 妈咪要加油哦 出门走走散散心吧 给自己点空间 这阵子辛苦了 快放生马俊林吧 离婚是好事 想支持你离婚 但孩子也很重要 句号 正宫真的辛苦了 希望两人能够好好沟通啊 我们下期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